大家好,我是卡洛斯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有關人工智能的題材 我記得我之前都做過幾集有關人工智能的影片 內容大多是和大家討論如何運用簡單的 人員變色技術、聲音變色技術 以至於物件的形狀變色技術去推動裝置 例如開垃圾桶蓋、車仔、發出聲音 但今天所說的人工智能的內容完全不同 今天卡洛斯想和大家討論一下全城熱話話題 就是CHATGPT的運用 我亦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CHATGPT的一些小經驗 希望大家可以坐定和我一起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原來在節目出現之前 剛剛這個CHATGPT已經出現了4.0版本 而且功能多了幾多 究竟CHATGPT是怎樣出來的呢 原來它是由OpenAI開發的語言模組 它可以通過分析大量文本的數據 而生成自然流暢對話或回答 我和很多朋友都試過考驗它 方便過你用Google去搜尋 但由於最初期的出現的時候 我們在香港是用到CHATGPT的 要用一個外國的電話來註冊CHATGPT 所以很多朋友在用的時候 我是沒得用的 但幸好後來在蘋果上面 就有這個POE這個APP 這個APP 就只能夠在IOS裡面運用 所以我就試過用一部iPad來玩 都玩得很開心 但始終沒有用手機去玩過人 到現在都沒有Android版本 但剛剛在一個星期之前 有些朋友告訴他 喂!HALOS 現在出了POE.com 這個網上版本 你不如去試試看 於是我就試了 和玩過畢業樂福 也都介紹了很多朋友 包括我老婆去玩 問了他很多問題 真的每樣都答到一些 不如現在就和你分享一下 即是我問過他一些什麼問題 好嗎? 用POE.com 的方法很簡單 你在浏覽器上面 打POE.com 你會發現 在左邊 這些全部都是聊天機械 包括Sage GPT-4 是剛剛伸出的 是Limited Access 我就未試過 這個也有Clouded 也是Limited Access Clouded 本身在 還有TrackGPT 即是舊版本的TrackGPT 還有Dragonfly 我用得最多是這個 而且我在這裡問了很多問題 這些問題也都會記錄在案 不如我回查一下 和大家經歷一下 我問過他一些什麼問題 我自己記起最深刻的 我就和同事一起問過他 請以檸檬茶為題 寫了一篇書情文 第一篇書情文 第一篇是這個 大致上說一下 他說 每一次喝清新的檸檬茶 都想起曾經一個幸福的時光 這是不是真的的書情文 第一句就是 每一天 我們坐在清新的檸檬上 輕聲地笑笑話 一起粉上清新的檸檬茶 陽光明媚 微風雜雜 整個世界都是如此美麗 這些都很美味 然後我又嘗試以檸檬茶為題 寫了一篇議論文 很明顯他的方向轉變了 他說檸檬茶是一個廣泛喜愛的飲品 但背後有些議題和問題 我們由三個方面去討論 是真的很議論文的特色 由健康問題 環境問題 和文化問題去看 大家也可以嘗試這樣 看看他講出來的 是否真的有價值 這個令我覺得 他在寫文中方面 有一定能力 起碼比我高 你叫我這麼短時間 寫一篇書情文 又寫一篇議論文 用相同的題目 我想我就不懂 後來我都曾經 再叫他寫一些深一點的東西 例如 寫歌詞 或者甚至寫對聯 於是 我又嘗試再問一下 一些有關我自己 認識的知識 例如 什麼叫十二評分率 他答得很好 什麼叫量子領域 他也懂得回答 化學問題更加難到他 有多少種元素 他都答出來 之後我真的想考一下 他一些我的專業 例如 有關音樂 我就問 你懂不懂演奏義務曲賽馬 他說 我作為一個人工智能助手 我是不懂演奏樂器的 但是賽馬 非常著名的中國義務曲 他也知道是誰所作 他說是阿炳 是阿炳 這個就令我很驚奇 因為 誰都知道阿炳 是寫而傳映月的 賽馬 絕對不是阿炳所寫的 所以我已經很不客氣地回答 他說賽馬哪裏是阿炳所作的 你有沒有搞錯 他說非常抱歉 我回答有誤 賽馬應該是紐崇德所作的 也都錯了 我說議會員那個作者是黃海懷 你到底認不認識的 他說非常抱歉 我回答有誤 真正的作曲者是黃海懷 感謝你的指證 我以為經過一次這樣的教訓 我教了他 他會學了 於是我過了一段時間 又再問他這個問題 我問他二壺曲賽馬的作者是誰 誰知他仍然答錯 又是答阿炳 即是他沒有學習到 他不會去記 也不會將他收入人工智能的 學習的範圍 我說他不是阿炳 他又回答 這次又回答王福蟲 我說不是王福蟲 他是回答胡伯 我不是胡伯 他是回答琵琶演奏家馬上 他開始傻傻的 我發覺他 琵琶演奏家作了二壺曲 我說不是馬上 越回答 越回答月奇 接著回答馬友友 後來我就給他提示 我說他姓王 他又發了王子 王子是作藝術歌曲的 也是寫很多鋼琴曲的 在音樂方面 我覺得他原來沒有記住 這是令我很驚奇的 接著我又嘗試一下 在科技範圍 考一下他 我叫他寫一個 阿俊奈用超聲波傳感器量 量度身高的程式 他寫了出來 其實也是用到的 這個程式 因為他也是用這個 聲波的速度 計算距離 這樣 他提示一個高度 這個人提示一個 來用超聲波 裝載那支地下距離 你把超聲波黏在那裡 那我就要知道 他黏在那裡 那個地下距離 因為超聲波 他就是投資家庭 前一點 行不行 是吧 184 183 阿楓你來 你來 你過去 我最見到你幾高 喂喂 喂 你哪有100幾 不要急 你看 你看 對井頭 159 161 現在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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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既然他的強處 只是在文學方面 不如考考他寫難一點的東西 不要只寫文章 試一下寫詩 寫首以紅酒為題的七言詩 錯誤 這個不是七言詩 紅酒美純純 方香味被添沉 加樣純美入口書 即是第一句已經發現不是七言詩 我認為七言詩應該每次七言 他只要押韻 他才作對 大家也可以品評一下 紅酒美純 方香濃 滋味純磨 口舌中 苦泊適液滴入壞 有人醉意 凡眼中 其實 重複用了一個鐘 就不算這麼工整 獨雀王昏想故友 葵戶萬步 虎橋東 世間美酒何須多 紅酒一杯足以紅 可以的 那我見他寫得這麼好東西 那我又嘗試一下 叫他做些 幫到我工作的事 那你知啦 我卡六仙逢星期六 就會填一首詞 那我又嘗試一下 提供歌詞 叫他幫我檢查有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看回我這首的 我以為品管曲 誰曾說也去不必知道太多 誰曾說也去不必知道太多 水公年真的好過 他就看完這歌詞了 他說這首歌呢 整體上沒有明顯的語法 和評審作用 那藝術作品歌詞中呢 存在一些藝術上的破甲不合理的用法 他是接受的 他是接受的 因為我們寫廣東話詞 經常都會有破甲的 我們會有一些不合理的文法 那我問他 你覺得是甚麼不妥 那他就只是說了兩句 他說歌詞中有些用法 不太不合理的表達方式 例如 總有著底線 總有著底線 難看著斑斜 總有著底線 難看著斑斜 為什麼他會覺得總有著底線有問題 我又不知道 重重復復地賣帳 他又會覺得有問題 重重復復地賣帳 還車上總會 這個我也解釋不到 如果歌曲用於相應用途 需要考慮歌詞的可理解性和傳達效果 總的來說 他刷了我鞋 他說改篇上面 語言沒有明顯問題 那不知道是否真的 他想不到 還是我真的寫得太好 所以他覺得沒問題 好了 到最後了 我真的想運用到他做一些事情 去幫助我自己 因為最近有幾個DSC學生 就準備了 我又想送一些禮物給他 我就想 叫他 用我學生的名字 寫兩個對聯 我有個學生叫耀陽 你們都見過 請用耀陽二字為巨手 創造一個對聯 要正能量 鼓勵學習 努力向上 誰不知他就作出這麼大篇的詩出來 《耀陽初聲耀人間》 《奮法向上衝未來》 我就說不是 我不是這樣 我是第一句用耀字為首 第二句用陽字為首 那就非常抱歉 我又理解錯了 作到這樣 又變了一篇的詩 我說不是這樣 我只是想作兩句 第一句用耀 第二句用陽 兩句就夠了 明明我說得很清楚 兩句就夠了 他就作了四句 《耀眼陽光照人生迎接挑戰展宏圖》 《陽光燦爛照前程》 《努力拼搏創階跡》 不是不好 不過我真的不夠位 寫四句池狼去我的紀念品裡 我說兩句七字就夠了 他好像很笨 又寫了四句 我說太多字了 說來說去 我說只要每句七字 總共十四字 他就寫出 《耀眼陽光照未來》 《拼搏粉進創輝煌》 那我就說了 第二句是用陽字 不是第二句用拼 他又寫了 《耀眼陽光照未來》 《陽光燦爛創輝煌》 那我就說 這次是對的 但你第一句用了陽光了 第二句不要用陽光了 他又寫了 《耀眼光光照未來》 《陽光燦爛創輝煌》 後來我就回頭 就覺得 《耀眼陽光照未來》 不是叫他再作 這次 他就作了《耀經文海添風藝》 《陽光燈科村創華章》 我就覺得 什麼叫陽光燈科村呢 我又問他 他後來又說 我不是 我不是說科村 我是說科場 最後呢 大家可以看看 我做出什麼的紀念品出來給我的學生 《耀陽》的紀念品就是 《耀經文海添風藝》 《陽光燈科長創華章》 《樂欣》的就是 《樂善浩師添福慧》 《恩懷天下涵萬文》 還有劍行的 《劍耳自律城大器》 《恆心奮盡創輝煌》 雖然教他去創作的過程也辛苦 但也頗為有文彩 回來了 其實呢 你都發覺他真的可以幫到我一點 有很多人在聊的時候 有這樣的言論 很擔心將來有很多行業 例如 律師 醫生 教師等等行業 會被CheckGPT去取代 我自己看法不是這樣 如果你這麼擔心被CheckGPT去取代 你更加應該要學用它 去提升自己在職場裡的能力 我反而會相信 將來的世界 一些不適用CheckGPT 或者人工智能的人 會被適用CheckGPT的人去取代 今天我們分享了 聊天機械 以及使用的優點缺點等等 將來有機會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想用人工智能去做其他事情 例如畫畫 寫作音樂等等的方向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繼續留言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老師喜本人的影片 請你訂閱 記得按下讚 還有分享出去 拜拜